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虎也可能更是个被逼咕了的导演 被小众影迷奉为经典的逗留辨识作战 管虎的第一段感情是和马依丽 两人是在一次拍摄的过程中相识 当时的管虎是一个小导演 而马依丽也是一个小演员 两人在演艺圈都没有什么知名度 当时两人十分努力地发展各自的事业 管虎也对马依丽的事业帮助很多 马依丽在生活上对管虎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段感情在外人看来非常的甜蜜 在一起相处五年还是那样的恩爱 但是观众没有等来两人结婚的消息 却等来了管虎和马依丽分手 五年的恋爱之路就此终结 之后就有消息传出说 管虎和马依丽的闺蜜梁静走在了一起 梁静和马依丽的性格天差地点 梁静比较温柔 当时马依丽把管虎介绍给了闺蜜梁静 两人也因此相识 当时管虎和马依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之后 管虎也说过 马依丽太强势了 管虎转身就和梁静在一起 马依丽渐渐地反应过来 之后不再和梁静联系 马依丽和梁静的矛盾就此 防火防闹防闺蜜这句话 在马依丽的身上上演 之后马依丽就没有再和梁静同化 还是希望两人之后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马依丽也可以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相信在之后的电影中 会看到管虎导演的更优秀的作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